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将扮演蜘蛛侠 在我的世界中生存100天 我将化身成为一名复仇者 升级我的超级战衣 并消灭各种可怕的怪物 在我降临的第一天 我和这个世界的正常人一样 天空还下着小雨 我朝周围看去 我发现蜘蛛侠正在跟一个黑色的怪物战斗 它们打得难解难分 就在我分神的时候 一只奇怪的蜘蛛跑过来咬了我一口 等我再看过去时 怪物已经离去 我赶紧过去查看蜘蛛侠的情况 却发现它已经受到致命伤 蜘蛛侠告诉我 我的生活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它希望我能完成它的使命 它将自己的战衣留给了我 蜘蛛侠死后 我又害怕又不解 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正准备离开 却发现头晕不已 昏死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正午 我才醒来 我急忙打开背包 发现除了蜘蛛侠战衣之外 还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我准备将它留着 一番犹豫之下 我还是决定把战衣穿上 穿上之后 我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变化 为了生活 我开始准备去收集一些材料 我砍了一些树块 搭建了工作台 然后用木头做了一个木稿 接下来我决定去采矿 并确保收集大量的石块 除了搭建房子之外 我还需要将工具升级为石器 我想我已经慢慢掌握生存的诀窍了 我继续探索着这块地盘 突然我不小心往山上射出了一张网 接着我就降落在了山顶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切 我竟然拥有了蜘蛛侠的努力 这让我很开心 第三天 我开始砍伐山顶上的所有树木 并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子 在这里我可以观察周围的环境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又高又好 当我完成建造后 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 我决定去寻找一些吃的东西 在我探索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村民正被墨影员抢劫 我决定做点什么 我走上前和他对峙 他并不怕我 还向我发起了攻击 我开始不断地用猪网攻击他 终于将他胆跑 村民为了表示感谢 给了我很多的食物和种子 第四天到第七天 我决定去采矿制作更多的工具 在挖掘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些煤河铁 我把它们带回家 扔到炉子里练铁 接着我就用铁块 做了一把铁稿和一个铁桶 有了这些新工具和村民给的种子 我先在房子周围挖了两条壕沟 然后将水倒在了里面 等水将泥土浸湿后 我将所有的种子都种了下去 菜园建好之后 我便开始练习甩网技术 在不断地尝试下 我终于能够快速准确地射出猪网 在第八天到第十一天里 我为了让房子更加美观 一大早便拿着铁斧 准备去收集更多的材料 我砍了各种各样的树 我尝试着在基座上搭建新的房间 并添加了一个地下入口 终于 我的房子变得不再破旧 我也拥有了自己的基地 就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 我很好奇 决定出发去寻找声音的来源 一番搜寻 我发现原来是钢铁侠在炸东西 我决定去找他谈谈 我发现他并没有恶意 我们友好的进行了一番交流 而我也需要一个可靠的帮手 我向他发起了请求 他欣然同意 我将钢铁侠带回到了我的基地 随着钢铁侠的加入 在接下来的几天 我在房屋的基础上又新加了一层 给他建了一个房间 安顿好钢铁侠之后 我便出门去寻找食物 我来到城镇 却发现整个城镇都被蜘蛛网所覆盖 为了帮助村民 我毫不犹豫便行动了起来 我开始用我的猪网攻击蜘蛛大军 在铁甲人的帮助下 我们成功消灭了所有的蜘蛛 为了表示感谢 善良的村长赠送了我一群羊作为报酬 在第16到19天里 我用多余的木材制造了一些篱笆 然后为羊群建了一个羊圈 同时利用他们生产的羊毛 我给钢铁侠的房间增加了一张休息的床 接着我来到附近的一片森林开始砍树 我发现了一个洞穴 在挖掘石块的弓石 还发现了大量的铁 带着我的新材料 我回到家制做了更多的火炉 为此 我特地建造了一个熔炉室 我将石块放进熔炉中 烧制成砖块 我将用这些砖 给房子增加更多的基础设施 在第20天到第23天 我正躺在床上休息 一阵阵轰鸣的雷声将我吵醒 我走出门口 发现一道道闪电从天而降 我感觉有些不寻常 决定出去看看 果然 我一到那里便看见有大雪怪和蜘蛛在攻击着什么 走近一看 我发现竟然是雷神 身为复仇者联盟的一员 我必须要出手相助 我利用珠网不断地进行远程攻击 可是大雪怪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还不是他的对手 等我醒来 雷神告诉我 大雪怪已经被他消灭了 他还将获得的战利品赠送给了我 他告诉我 要明智地使用它 随后他便腾空而去 在第24到第28天 我决定探索附近更多的地区 获得更多的资源 我发现了很多含有氯矿石的石块 我用铁稿将它们都挖了出来 同时 钢铁侠从天而降 他递给了我一套更新后的 蜘蛛侠战衣和珠网发射器 我发现新的珠网发射器 竟然可以同时射出两个网 当我穿上战衣 我发现自己的血量 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第29天到第31天 在我回家的路上 我远远地便看到 独夜和他的手下似乎在密磨着什么 我决定偷听他们的谈话 希望能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从谈话中 我发现他们竟然抓住了美国队长 等两人分开后 我决定跟踪那个大手 希望能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我用珠网先是困住了他 让他动弹不得 在一番审讯下 他递给了我一张 指向美国队长所在位置的地图 而我也将要开始我的营救任务 在第32天到第35天 我开始为拯救美国队长 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我把我得到的情报告诉了钢铁侠 我希望他能给我制作一套 更强大的装备 来对付毒液的照片 钢铁侠表示 是他需要红宝石才能升级我的战衣 我来到洞穴开始采换 并找到了很多用于升级套装的红宝石 我继续挖掘 竟然也找到了很多的钻石 我回到基地 将他要的材料都给了他 接着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室 利用砖石做了一把钻石稿 我开始收集食物 接着我又在基地周边增加了围栏 来进一步加强基地的防御 但也就在这时 一群狼猪鹰袭击了我的基地 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干掉他们 但他们速度很快 发现情况的钢铁侠及时赶到 他从电弧反应堆中 射出了一束巨大的激光 威力极其强大 我们并肩与狼猪鹰作战 经过多次战斗 我们终于杀死了最后一只 我需要好好休息了 因为我即将前往去拯救美国队长 在第36到37天 一大早我便出发前往 关押美国队长的地方 我按照地图不断地搜寻 最终找到了他们的营地 我看到美国队长 被他们关在了笼子里 趁着守卫不注意 我用猪网向他发起了进攻 但他好像早有准备 并不慌张 反而释放了一堆共生体 他想利用这些共生体大军来对付我 我开始不断地攻击他们 尽管他们看着很多小 但我却杀不死他们 他们不断地靠近我 突然间我的战衣变成了黑色 我发现共生体也都消失了 同时我的血量也得到了提升 我感觉棒极了 我帮美国队长挖了个洞 让他逃了出来 第38天到第41天 我带着美国队长回到了基地 为了表示感谢 他给了我很多的震惊 而我也将他留了下来 我先是在顶楼增加了房子的基本设施 接着我用羊毛 以及一些红色和蓝色的花朵 制造带有颜色的方块 为他建造了一个漂亮的房间 在第42天 我在睡梦中发现自己的视线 被大片的蜘蛛网遮住了 我集中精力 远远地便看见毒液蜘蛛侠 在和正常的蜘蛛侠在战斗 我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突然一顿变化 我看到蜘蛛侠最后竟然变成了毒液 我被噩梦惊醒 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为了不让梦中的事情发生 我开始尝试用不同的方法 来去解除这身战衣 首先我试着跳进水里 接下来我试着用沙子把自己盖住 又试着让动物把它咬下来 但这都不行 最后我用火点燃了自己 果然发现共生体都跑了出来 它们都被火焰消灭了 等火焰熄灭 我的战衣也终于恢复了正常 在第43天到47天里 我竟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城市 这种高楼大厦太适合我当秋千了 我当到高楼的顶部开始欣赏这座城市 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好了 突然 我听到远处传来尖叫声 看来是有人需要帮助了 我决定去看看 落地之后 我发现原来是一个巨大的沙尘暴 正在摧毁这座城市 我立即采取行动 开始用珠网攻击它 但它比我之前遇到的怪物都要可怕 我的攻击全都石沉大海 我正思考要怎么消灭它时 突然我听到旁边有个小声音 我发现竟然是蚁人 我们商量出了一套可行的计划 我从外部攻击沙尘暴 而蚁人则从内部击溃它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 我们也终于把它拿下了 虽然蚁人长得很小 但我发现它的实力很强 我决定招募它成为复仇者联盟的一员 在第48天到第51天里 我带着蚁人回到了基地 并为它设计了一个小房间 同时 为了提升基地的防御力 我挖掘了大量的石块 建立了一道高耸的围墙 接下来就要去寻找今天的食物了 将它们消灭后 我把肉带回到了家中 用炉子煮熟了它们 也就在这时 钢铁侠走过来 他告诉我该训练了 他将我带到了一个巨大的蓝色房间 突然间 建筑物像魔术一样从地面开始建立 我开始练习百网技术 取得了飞快的进步 与此同时 钢铁侠又放出了很多会飞的怪兽 来训练我的攻击手段 我不断地攻击它们 但它们实在是太灵巧了 它们还对我喷射无业 我显然不是它们的对手 这次的训练也以失败告终 回到家 钢铁侠再次向我介绍了 正在升级中的战衣 这让我期待不已 在等待的日子里 我决定让基地更像复仇者联盟 我用大量的砖和玻璃 扩建了基地的二楼 建完楼后 以人走到我面前 告诉我他需要帮助 他将我变得跟他一样小 我跟他穿过了一条地下隧道 我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蚂蚁 我更加深入隧道 发现里面竟然有一群共生体 对于它们我也早已有了消灭的方法 我回到家拿了打火石 就立马赶了过去 我掏出打火石毫不犹豫就跳了下去 对着它们就点燃了火焰 由于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在放了大量的火之后 我才将它们全部消灭 在第67到70天里 我向钢铁侠不断询问战衣的情况 但钢铁侠表示还没有做好 同时 他给了我很多的材料 希望我帮他改造房间 经过两天的时间 钢铁侠房间也扩建完成 他将我新的战衣拿了出来 这看起来实在是太棒了 我迫不及待就想将它穿上 但钢铁侠表示这并不行 他仍给了我一个升级版的珠网发射器 射速更快 伤害也更大 我出门在一些僵尸身上进行测试 一枪一个 效果出奇的好 在第71天到74天里 我正在探险 发现地上有一把锤子 是雷神丢下的吗 我很好奇 我想把它捡起来 但我却根本做不到 也就在这时 雷神从天而降 它朝着我走了过来 很轻松地便将锤子拿了起来 它带着我来到了骷髅大军的营地 它希望在我的帮助下 消灭骷髅大军 战斗打响了 我利用珠网不断地进行远程攻击 同时雷神召唤闪电 以一己之力消灭了大多数的骷髅 但骷髅大军实在是太多了 经过大量的战斗 我们才将它们全部消灭 在第75天到第78天里 我带着雷神回到了基地 并向它展示了我们的复仇者大厦 我真挚地邀请它加入我们的联盟军 它同意后 我马上开始着手建造它的房间 我继续利用玻璃和砖块来建立外墙 并用之前钢铁侠给我的黄金 装饰房间的内部 这看起来豪华极了 与此同时 我继续扩建我们的复仇者大厦 这天 我正出门寻找食物 远远地就看到了毒液的身影 我发现它周围的一切都变黑了 共生体大军到处都是 我对它发起了进攻 开始使用我所拥有的能力和攻击去打败它 但我目前的攻击对它还是很难造成效果 很快 它便利用强大的攻击压制着我 并将我打得只剩下半颗星 我开始拼命逃跑 也就在这时 钢铁侠从天而降 它发射激光将毒液击倒后 便立马带着我飞回到了家 我很不解 为什么钢铁侠不直接将它消灭呢 它告诉我 作为蜘蛛侠的继承者 毒液必须由我亲手来消灭 为此它还给我制定了接下来的训练计划 我再次来到训练室 迎接我的是骷髅大军 它们到处都是 我只能频繁地利用猪网来攻击它们 好在它们并不强大 接着一个巨大的怪物 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不断地利用猪网攻击它 但并没有很大的效果 我决定跟它搏斗 我不断地利用灵巧的走位 对它发起攻击 终于将它打倒 我最终完成了训练 作为礼物 钢铁侠将最新的战衣拿给了我 并给了我一个激光发射器 我迫不及待地就穿上战衣 在这一刻 我感觉力量十足 我现在有25颗红星了 我又试了试武器 我竟然发射出了一个巨大的激光 这实在是太棒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 我将对基地再次进行改造 首先为了满足大家 我先是对菜园进行了扩建 接着我又增加了一个 带有圆桌和椅子的会议室 而我也正式完成了 复仇者大厦的建立 我不敢相信我真的做到了 也就在这时 队长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并用盾牌将我从大楼上推了下来 我很不检 但他告诉我 除非将他的盾牌抢下 他对我率先发起了攻击 我的血量骤减 我只能拉远距离 用珠网攻击他 趁他不注意 我利用珠网将他困在了原地 成功抢走了他的盾牌 我以为这就结束了 准备将盾牌还给他 但他告诉我 盾牌由我暂时保管 并说接下来我将会用到他 在第95天到第98天 我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他们告诉我 时机已到 该是去消灭毒液的时候 而雷神更是将他的锤子借给了我 第99天 我收拾行李 为决战准备大量的食物和物品 我开始出发去寻找毒液的藏身地 就在我漫无目的的寻找时 我发现了他的一个手下 我悄悄地跟随着他 来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建筑 看来这就是毒液的老巢了 我走进房间 便看到毒液正坐在一张白色宝座上 我们最后的战斗也开始了 不得不说 他非常强大 甚至还能凭空召唤僵尸 我只能不断地切换武器 释放技能 对他发起致命攻击 我发现雷神之锤召唤的闪电 对他的攻击是最有效的 战斗持续了很久 不过我还是利用闪电 成功消灭了他